好的 相关话题 我们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 腾建群 为我们详细的解读 腾先生您好 您好 主持人 北约海上盾牌 在黑海的军事演习 刚刚结束 那么在此期间 俄罗斯黑海舰队 也是在该区域进行了演习 我们该如何来看待 这种区域内 针锋相对的军事较量呢 应该说北约军事演习 它的威慑性非常明显 因为在黑海区 特别是2014年 俄罗斯把克里米尼亚 划归自己版图之后 实际上北约一直在这个地区 调整兵力部署 那么海上演习 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要额助俄罗斯 在黑海区域的海上活动 以及在这个地区空中活动 那么从参演的军舰来说的话 实际上大部分参演军舰 实际上在3月31号之前 已经进入了黑海 进入到罗马尼亚港口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31号 是乌克兰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 北约派出军舰 派出坐在飞机 以及地面部队 显然是有给波罗申科 撑腰的这样一个意味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第一轮投票结果 那么习军演员 泽连斯基 实际上遥遥领先于波罗申科 而西方国家来说的话 对于波罗申科这种青睐的话 因为一直保持这样一个 比较灵活的态度 因为波罗申科完全倒向西方 所以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 不希望有另类的领导人 来承担乌克兰的领导地位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 这种军演 我们看到俄罗斯也做出了 强烈的反制 不光是在海上进行了 模拟靶舰的攻击 同时还派出包括苏27 苏30等作战飞机 在克里米亚上空 以及在黑海有关区域 进行了空中对抗演习 所以这种针尖对卖盲的对抗 应该说是黑海 现在北约和俄罗斯 你来我往进行相互较量的 一个重要的特点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 双方实际上都是要显示 自己的肌肉 显示自己的能力 来镇住对方 但是这个效果 我们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非常不明显 双方在这个地区 你来我往这种搏斗 我觉得有可能产生 擦枪走火的后果 双方必须要小心谨慎 此外俄罗斯国防部宣布 首批S350系统 将会在今年出厂交付 那么这个系统的最大的特点 就是能够混合装载 并且发射数种导弹 那么如此高调地 来展示新的装备 俄方的用意是什么 我们先看一下 刚刚公布的S350防空导弹 它实际上是在S300基础上 一种改进型 它这个烧心射于S400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设计平台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 俄罗斯希望 借助这样一个比较经济 但是效能又比较齐全 比方说它现在跟S300比的话 它可以一辆发射车搭载12枚 这个拦截弹 而S300的话只能搭载4枚 同时在射程射高 以及跟其他的防空系统搭配 应该说是通用性的 所以俄罗斯现在不断地展现自己的新型武器装备 我们看到每次有了这种新的兵力兵器展示的话 俄罗斯都会给予公布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跟普京的这个 这个战略思想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从他2010年上台之后 他一直认为俄罗斯必须要建立 一直强大的攻防兼备的战略威慑力量 所以核力量是他重点经营和发展的一个领域 那么从目前来说 除了这个防空系统之外 我们看到在这个去年的时候 普京还公布了一系列的大杀器 包括萨尔玛特这种运载火箭 包括核鱼雷核导弹 你比方说他现在提出来的核鱼雷 如果说真的在美国的沿岸爆炸的话 它不一定带来这种核的杀伤 它可以掀起逃天巨浪 掀起这种海啸 可以淹没有关城市 因为我们都知道 美国的中小城市都在沿海地区 所以普京他展示这样一些武器的话 他不一定就马上使用 他更多是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压力 保持自己的这种对北约 对美国的威慑能力 所以我们现在看 普京不断展示自己的大杀器的话 显然有他自己的打算 好的 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下期再见